经典说灯代表佛 一盏灯就代表十方诸佛的汇集 因为灯代表佛 为什么点灯功德这么大 各位这辈子能够点满一万盏灯 经典有两个讲法 一万或是十万盏灯 我整个一辈子的罪业通通消除 所以一灯能灭千年暗 如果我们这个灯是用菩提心来点 哇这个千年的恶业都可以消除 希望这个灯齐请 诸佛菩萨降云 因为我们以点灯的菩提心 灯来表我们的心 就像各位你喜欢一个人 你选一朵花 不是花漂不漂亮 是这个花代表我对你的爱 是吧 我们拿钱供养我们的父母或老和尚 这个不是钱多少 这个钱代表我们的孝顺报恩 所以父母欢喜 但是各位你要记住 点灯你要用这个点灯的心 所以阿底霞中的点灯祈愿文太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不念那么长了 点灯祈愿文 念前半段就好了 那各位就代表这个灯 蛋糕上面也点了灯 希望所有的轮回者 特别多胎宝宝 今天成为他们的生日哦 我们大家共修的功德 让他们离苦的乐 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